大家好,我是卡洛斯 大家今天看到我這樣的格局就會問我 今天是不是講STEM,而是講音樂呢? 其實STEM和音樂都有很大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正正要將STEM去提升 到一個STEM的程度 STEM裡面的A可以有關人民科學 也可以有關音樂、藝術等等的學問 就譬如我最近經常教我的同學 去做一些電腦控制樂器 我還帶他們出去展覽、示範、表演 首先我喜歡音樂 然後我又對電腦控制的東西有興趣 鄭英Sir就找我去製造這個電腦控制鋼琴 做完出來之後 就算是幾難的歌也好 這個鋼琴琴也是能彈到的 就好像他現在正在彈巴哈的斯大跳前奏曲 甚至會在一些比賽中獲獎 有些同工就會圍著我們老師同學來問 究竟這些MIDI的控制樂器是怎樣做出來的 在這個情況下 正正要將音樂科技 運用它來跟STEM結合 變成STEM 剛好兩天 舊同事鄧校長來了回來 也都問及製造一些思覺錄音 不如今天我們就有一種軟件叫DAW 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 跟大家說一下究竟怎樣將音樂科技 運用到STEM project裡面 其實說到DAW 這個數位音頻工作站 就不是一種新軟件來的 卡洛斯應該在三十幾年前已經在用它 不過那時候我們在用它 就沒有DAW這個名稱 我們多數叫做程序器 Sequencer 叫人家做定序器 簡單來說就是將音樂的音符 好像寫程式一樣 逐個逐個音符寫進去 或者real time彈進去一個軟件裡面 讓它記錄下來下來 然後通過樂器去play出來 去到90年代尾已經出現DAW了 什麼叫DAW呢 就是除了剛才的MIDI數位音樂的輸入輸出之外 還加上音頻的輸入輸出 那DAW的選擇可以很多 帶上一些給大家看 例如Cubase Alberton Live FL Studio Bang in a Box Donna 很多很多的選擇 你再看看19個現金最慢的數位音樂站 有一些是不用錢的 但如果你是初入門的 玩Garage Band 也非常好 但如果專業一點 都會用Producer Logic Pro等等 卡路斯呢 因為一直都用開PC 我仍然很喜歡一個 我用了三十幾年的軟件 而這個軟件就叫做Katewalk Katewalk 現在就叫做Katewalk by BandLab 現在就被BandLab收購了 所以就是完全免費的軟件 大家可以嘗試下下載它 就可以在自己的PC裡面run 那我現在就嘗試給我家的版本 給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你開一個New的Project 選一個Basic的Project 那你很明顯就會見到有兩條的DownTrack 那你很明顯就會見到有兩條的DownTrack 我們叫做SoundTrack 我們叫做音軌 正正是剛才我所說的兩類的音樂 所謂Midi是什麼呢 我開個State View給大家看 原來Midi Track Midi音軌 就正正是音樂符號 輸入一些音符號 輸入了一個音符號 你按個Play 如果我將我同學製作的電子樂器 輸入電腦 在這個位置就會出現其他連接 那你就可以用這些音符 去驅動我製作的電子樂器 好 講完Midi就講一下這條Audio Track 相等於大家用Audition等等的軟件 最簡單的用途就是 跟著我聽輸入的音符 去同步唱歌 下面那條就是Midi Track 下面就是Audio 我只要我適合這條Audio Track 什麼是適合呢 AR或M 即是啟動了它 那要錄哪條 適合哪條 由於現在我已經開了我要麥克風 所以我直接按錄音 那我就可以跟著它唱歌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好了 錄完音 播出來聽一下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好了 現在我們試一下Midi Track 只是聽我唱歌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咦 大家可能會說 為什麼都會聽到一些鋼琴聲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做這個示範 我開著了喇叭 喇叭的聲音入回我的麥克風 所以呢 這條音軌裡面都錄了這個鋼琴的聲音 當你正式做錄音製作的時候 你應該是帶起 headphone 就關掉喇叭 剛才錄出來的唱歌就會很乾淨 那這條音軌 我們可以做一些什麼工作呢 在它上面 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玩的 我想開一個叫Console View 給大家看一下 Console View 其實是一個Mixer 現在只有一條的音樂 一條Midi 那我可以控制它大聲 可以控制細聲的 細聲 然後加入一些我們所稱為的Plugin 譬如我現在放一個叫做ReWrap ReWrap就是一個共鳴進去 加了ReWrap之後 我可以選擇 我現在想在一個Large Hall 一個大型的禮堂唱歌 現在聽一下 這裡我只是示範了其中一種的Plugin 其實有千千萬萬的Plugin 你可以隨時下載第三方聲頻的掛件 插入裡面 這樣就可以在鍵盤裡面用 示範完這件 我又嘗試講一下大家唱歌都很喜歡問的問題 究竟歌聲是不是真的唱歌 我告訴你一定不是 他們全部都在錄音的DAW裡面做了手腳 誰幫他做的呢 就是那個監製 我現在示範一件事 我用另一個Plugin Plugin就叫做Melo Dime Melo Dime就可以把我剛才所唱的歌 把它分析 變成一個個音符 大家聽一下 由於我是一個音樂老師 所以我都唱得很適合音 假設一般同學他們唱歌 唱到這樣的 Dore Mi Fa So La Ti Do 那叫做不適合音 走音 所以我就只需要把這個D 移回去C的位置 適合之後 你再去Play出來 真是音樂家都沒有那麼準音了 Dore Mi Fa So La Ti Do 不止是音準可以調教 是音準可以調教 是音的拍子都可以調教 我們試試調教拍子 譬如我要那個Do唱長一點 那個Mi唱長一點 那個So唱長一點 T又唱長一點 效果會怎樣呢 就Play一次 Dore Mi Fa So La Ti Do 你可以想像到 是否你想怎樣唱可以怎樣唱 那真正用途是怎樣呢 不如我現在做一個示範 我拿我們學校的效果來做一個示範 這個就是我們譚李麗芬的 效果的MIDI file Play出來就是這樣的 那我現在開始唱了 我就要加一條Audio Track 在這個位置 接著我對它 好 開始錄音了 我這次會專門唱走音的 而去示範一個修正給大家看 我現在呢 集中呢 只是Solo這條Track去聽一下 這個高了音了 對嗎 所以我將它抗回來 所以我將它抗回來 整容前整容後的變化就這麼大 所以大家看完我這個示範呢 就會明白 為什麼平時卡路斯呢 每個星期去填一首歌 而去做錄音製作呢 都可以這麼快做得出來 現在這個檔案呢 現在這個檔案呢 就是我剛剛昨天發佈的 曲中人散的檔案了 裡面有這麼多音樂檔啦 聲音檔等等 其實我同時開了一個Console View 我現在開了一個Console View 給大家看 我最終呢 是做這個Mixing的時候 是怎麼做的 比如說音樂的大小 我隨時可以調教 好了到我唱歌入的地方了 我可以給大聲點自己 給小聲點自己 是否應該等我 給多點 給多點自己一個 鳳鳴啦 你小點啦 看點 濕點 別問我 當然我就更加可以 藉在這個Malodym 去調教我自己的音準啦 甚至有些音 多點震音 少點震音都可以的 例如 這個震音 我想幅度大一點 幅度小一點 都是可以的 好了 今天呢 我示範了這麼多的 有關這個D.A.W.的功能 可能大家都會開始有些興趣的 如果大家真的想學習 怎樣用這個D.A.W. 去和你的Steam雜作 去結合起來呢 請在下面留言 你想知道些什麼 讓我之後呢 可以慢慢地介紹給大家聽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先了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 和分享出去 拜拜